哇塞,我也有蓝毛熊熊啊 这只小弟弟我可花了四位数的大价把它买回来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只浅黑色的弟弟 然后我发现他的毛毛很神奇 上一窝的纯金宝宝差不多出完了 所以征用了他们的大笼子 这底下一层先来一点分解电料 这个味道真的香啊,超级好闻 往里面撒上一包,电料用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然后煮电料就来点白杨木油后铺 这个质感摸起来是非常柔软的 因为熊熊刚到家嘛 所以电料颇厚一点它会有安全感一点 再来给它开一个新的透明厕所 选了一个小熊花 底盘还有四个小角角,好可爱哦 再把剩余的料沙给它倒进去 这个料沙遇到水之后就会散发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香的电料再加上香的料沙,绝配了 把它放在角落里,平时也可以偷偷的看一下它 再来点粉色的吸水纸粒装饰一下 虽然它是男生,不过颜色没关系嘛 再来点紫色 再来上家具三件套 一个大跑轮,还有一个石盘 主粮给它放上一点黑比熊粮 欢迎四位素弟弟入住新家 感觉它们毛都在发光耶 你们快点给它洗个名字吧